首先这篇报道里面提到了郭先生骗贷通过盘古 我查了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175条 所谓骗贷是只用欺骗的手段取得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贷款 承对票据信用证保函等等 而且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处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据议立案的标准原来是50万 现在改成100万了 造成损失超过20万就可以立案了 那么在骗贷案子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叫结果犯的定义 就是说你一定要给这家机构造成了实际的损失 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成立你的担保 比如是虚假的或者怎么样 那从郭先生这个案子来讲 他贷的是农行的钱三十几个亿 还了四十几个亿 还是提前还贷 何来骗贷之有呢 所以骗贷这个概念是完全不重立的 另外一个呢 红通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红通是怎么来的 发红通的孟宏伟 已经现在在秦城思过了 既然你把郭文贵先生描绘成一个 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 那么你们的国安委派来了 孙力军刘彦平代表国家 孙力军跟郭先生你的所有事情 只要你不再说了 不再直播了 啥事都没有了 既然中国有法律 老郭犯了罪 为什么他只要不说话了 就没有罪了吗 中国到底是有法还是没法 刘彦平也一样 刘彦平自己讲 盘古是最健康的企业 既然盘古是这么好的企业 你刘彦平来劝郭先生回去 可想而知 所有的罪都是强加在郭先生身上的 第三点这篇报道里面 盘古是一个舍不舍的企业 跟所有供应商业 工程上的承包商业 都有经济纠纷 那从郭先生出来以后 盘古的所有财务情况 都是由专案组在控制的 账上几十亿的资金 所有的纠纷只有20个亿左右 可以把所有账都还掉 你们为什么不还 完全证明 这所有的指控都是虚假的 另外所谓郭先生是一个强奸犯 马瑞从红裤衩变绿裤衩变黄裤衩 已经变了无数个颜色 美国把老郭都给抓起来了 你觉得美国司法是不是独立的 你们为什么不敢把马瑞送过来 通过美国的法庭 做一个公平的审判 可想而知 你们多么的没有自信 因为马瑞来了 他就会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 他是被逼迫的